在安静的大海里 忽然 海面上出现了一层层波浪 看见一个个人们 驾驶着船只 在航海 一会儿 海面上又安静了 难道 我出现幻觉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唐九州 欢迎你在云厅田园频道 收听我的节目 方才你听到的 这首情绪饱满的诗 名字叫航海 来自一位四年级的 山西小朋友 面对变幻莫测的大海 小诗人发出这样的疑惑 这难道是我的幻觉吗 是不是很可爱 但又觉得 他不走寻常路的发问 很独特 对于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象 大人们会习以为常 可对小朋友而言 这确实是值得推敲的 有趣问题 海上天气变幻无常 这时平静 转眼间就有风暴来袭 这令我想起 导演彼得威尔 在电影《怒海争风》中 为观众描述的景象 电影里 杰克船长乘着自己的军舰 驶入南太平洋 与敌方舰队展开激烈的交手 借着浓雾天气 才顺利逃脱 后来又在狂风肆虐的 和恩角与敌方再次相遇 最终化险为夷 电影在有限的时间里 为我们讲述了 以人入胜的故事 主人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不断与敌人周旋 最终取得了胜利 其实 我们的生活 又何尝不像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呢 平常生活里的点滴幸福让人感激 但也总会有惊心动魄的瞬间 可能是一次很重要的考试 也可能是一次珍贵的 站在舞台上的机会 在无常的变化中找到自己的节奏 要把船舵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相信自己可以闯出一片天地 如果运气好的话 能看到彩虹也说不定哦 我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就像在大海中航行的时候 总能找到灯塔和一起同行的伙伴 也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 又一直不畏艰难 乘风破浪 时间很短暂 关于这首诗和小朋友的故事 我就分享到这里 还记得你曾经历过的 那些令你印象深刻 心跳加速的瞬间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与感悟 我将挑选出三条优质评论 各送出一份小礼物